汗管瘤的根治方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葛新鸿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汗管瘤是一种小汗管的扩张 它是主要发生在面部 尤其是眼睛周围 这种扁平的米粒 或者是小米大小的肤色的小丘整 表面扁平 一般不同不痒 它是一种良性肿瘤 所以说对患者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给它做活检 可以在它的真皮下 能够看到这种蝌蚪状的小汗管的扩张 有的人夏天会加重 因为它发汗不良出现 冬天会减轻 治疗上我们可以微波治疗 也可以激光治疗 但是因为它是在真皮组织 只是打了表面 有时激光治疗以后 有可能会复发 有时我们需要鉴别的是 素丘整或者是减黄油 减黄油也会出现在眼瞼的地方 但是它是一种黄色的 一种扁平的这种丘整 减黄油它是因为皮下足迹这种脂肪的成绩 但是汗管流呢 它是一种小汗管的扩张 打击光可以治疗 如果你想要帮我 就会进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